陈明通这样的作为显然是畏罪潜逃 因为我已经向教育部和台大要求去 办他的违反学术伦理 还有进行学术诈欺 陈明通竟然是用说他现在要忙着处理国安危机 来请辞台大的教授 这真的非常好笑 显然陈明通是想要辞教职来保住自己的官职 有这样那么爱做官的人实在是非常的少见 为了整个民进党的这个选情做切割 那或许就像是林志坚他选择了退选 但不承认抄袭 那陈明通或许选择了就是让台大开除他的这个教职 但是不辞国安局长 民进党跟这个林志坚还有蔡英文选择的做法是 继续骗大家也骗自己说林志坚没有涉及抄袭 所以我认为陈明通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你台大教职对一般人来说真的没有影响 可是国安局长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可能会影响大家很多 他就该下台 他神隐至今 根本没脸 这个面对国人 他该下台 他不只该下台 他甚至我认为 他这个人的政治诚信都已经全部破产 我们来听一听网友怎么说 小智一直在前面喊 你就这样默默落跑了 跑了 跟小智一样 笑死 直接逃跑 对党和台大都好 跑了就没事吗 高脚继续烂下去 要确诊了吗 不是国安危机 是国安局长危机 普通了 只好自己退兼职 常听说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最近好像常常看到 斯文扫地 蒋斯文还抬举了 有本事挺身护航 现在很甩锅脱身 又不丢人 还有脸继续当国安局长 放弃可有可无的兼任教授 就是想保住国安局长位子 辞职都能挤牙膏 果然很明镜党 郑克珍讽刺 台大我打不赢 但可躲得起